这样我们首先要请到的是 周志平老师请做讲明 思维 我记得我私下跟他讲过 其实我非常欣赏他的音色 我觉得他是我们这个 这个参赛者里面 声音最有辨识度的一个 我很喜欢他的音色 所以呢 整个听他的唱是很过瘾的 那可是呢 在舞台上面 真的就 你就少那么多东西 就是少了一个在舞台上的 所谓的没办 就是你在舞台上没有那个 没有巨星的样子啦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的手脚的 这个协调能力 简直这个插刀令人法指 你在刚开始大合唱的时候 拍拍战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大家左右摇摆的时候 你老是撞到别人 有一点 然后不是撞到别人 就是踩到别人 就是很简单的左右的动作 你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就照着拍子来 这个协调度 我觉得这会变成你最大的障碍 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练一下 然后你再去参考 别人在舞台上的架势 现场最好就是建父 你看建父在舞台上唱歌的那个样子 你可以多学学 谢谢 那个完全就是 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它不会多也不会少 你只要能做到它那个地步 你就成功了 好吗 谢谢老师 洪金阳老师请 但我觉得 你在主歌有点不是那么的流畅 就是因为咬字的关系 你想要把它呈现的 有那个味道 不过你到副歌 整个就翻转回来 就是该有的那个气势 跟那个咬字的 那个轻重音 都交代的还不错 所以我还是可以建议思维 常常在我们这个舞台 选一些台语歌来唱 适合你的 我觉得你都可以把它诠释得更好 好 那咬字一定要再加强练习 好不好 好 加油 谢谢老师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他的分数 能获得几分呢 评审请给分 肢体需要加油的思维 可以得到的分数是 七十 八十 九十 九十 九十一 小数点 恭喜得到九十一点六分 谢谢 谢谢 还是很高的分数 是 九十一点四是 陳仁豪 田妍梅是八十九点四 刚刚我都讲八字头很危险 因为几乎基本上 现在没到九字头 根本很难在这个舞台上 现在九字门槛了 来 请记上一点 那这样有三个人有黄牌 对 所以下周就很精彩了 到底谁一个闪失就离开舞台了 也谢谢大家 辛苦大家 表现得都还不错 我们接下来要从我们的 思维 四个九十一点六的票箱里面 抽出一位幸运观众朋友 得奖的是 恭喜这位幸运儿得到奖金三千元 是 好 现在三位都记上点了 下周要更努力了 谢谢四位稍微休息一下 谢谢 来 九十一点六 四十一位 我们今天廖君敏要挑战的一个分数 欢迎我们的衛冕者廖君敏 君敏好 瓜哥好 小弟姐好 大家好 你好 我们接下来 现在还是要投票了 是君敏跟我们的思维 对不对 两个人票向里面 趕快去投票 是 获胜者可以获得三千块的奖金 没错 而且在这一回合 只要你有参加预测 不管有没有预测成功 我们要加码送出三位 可以得到娘家义神菌